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看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 就这第六章的这两节 这是我们不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 保罗他也深切的关注 要 要 得灵多教会呢 不会突然的领受上帝的恩典 当我们庆祝复活节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 不要突然的庆祝 保罗他不会用他自己的看法 用自己的眼光来写这些书信 他多么的专注 就意识到他 是与神同工的 在这里第一节说 我们就不是说到他自己而已 是他和其他的同工们 我们与神同工的 我们与神同工的 这是上帝 与神同工 是多么的奥妙 是多么的奥妙 因为我们说到我们彼此同工 奥丁也分享到他 和他在厨房一同侍奉的姐妹们 他们呢一天以后 他们就感到多么的疲累 想要坐下或躺下 可是这里的喜乐就是 我们不会自己侍奉 自己工作 我们有这一个团队 那在那里 奥丁他也是 在那里最年轻的一位 我们与神同工 我们与神同工 上帝会在那里吗 与我们一同 动工 当然这是 多么激励人心的一件事 有很多时候 你有时候感到自己 可以在 在独自的在 在师奉 可是当我们 思想到 上帝如何的 刚强我们 鼓励我们 在我们的神旁 这是多么的美好 这就是说到 我们与神同工 这就是上帝 劝你们 这就是我 所知道的 当我 把上帝的信息 和你们分享的时候 就是呢 要充满 上帝的恩典 去劝告你们 劝你们不可 屠受 他的恩典 这是 我们 多么必要的 一个信息 不要呢 突然的领受 上帝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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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不小心的话 就会突然的领受 他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 是什么 所以 这就是 整个事 劝你们不可 涂受 他的恩典 因为 他说 在悦纳的时候 悦纳的时候 我应孕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答救了你 然后我们也读到 然后我们也读到 保罗在 说这经句的时候 然后他也说 看哪 现在正是 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 大救的日子 拯救的日子 他就说 看哪 上帝的恩典是什么 上帝赐给我们什么 时间 有很多时候 我们看时间 就是我们 拥有的 可是 上帝赐给我们 时间 这就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如何的运用 上帝所赐的恩典呢 我们会把它浪费吗 我们应该如何的 运用 上帝所赐的时间 我们应该如何的 运用上帝所赐的时间 所以我们也必须 去晓得 我们 在这世上的时间 不是无限的 对那些年轻人来说 就是呢 他们 不够时间 因为他们有 多么多的活动 这就是那些少年人 青年人 他们想要多一些时间 他们 然后到你 年纪大了 老了 你有的这些时间 你应该如何的运用呢 你应该做什么呢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年纪过后 这些时间呢 就是花 去 等 等待去 看医生 在那等候室 等这么多 等这么久 几个小时 去看医生 我就记得我带 Auntie Kath呢 去 看呢 他的 看他眼睛的诊疗 就是他 我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去 啊 達成 实际上 在哪里 那是 然后我和Kath 就会聊天 慢慢的聊天 然后那两个小时过后呢 你就去 在那一个小时里 会麻痹你的眼睛 也要半个小时 然后呢 在那里呢 有一次她们放不够麻痹药 然后呢 她就打针的时候 她就能够感受到那个疼痛 那个医生呢 真的见那个打针的医生 她就少过十分钟 就完毕了 我也记得 她必须去五次 这些时间 我们应该如何呢 我就说Kath 你教导我了 有关于 年老的课程 很多 你是否会运用这时间 去培养你的信心 师奉上帝 这时间 过了以后 就回不来了 月纳的时间 月纳的时间 是什么 是几时 有很多时候 有很多时候我们 会托 不要再延迟了 现在是拯救的日子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我们现在必须运用 好好的运用上帝所赐的时间 有很多时候 我都 我的儿子就会常常的来说 告诉我 这一刻 这一个关于她战斗猫的故事 早上 早晨和晚上 她都会不断地继续她的故事 那这星期 是多么的忙碌 不只是 不只是 复活节期间的 信息 还有 家庭营 预备家庭营的信息 是多么的困难 那我们说 我太忙这个借口 是多么容易去找的 因为我认识 因为我知道 一遍 有一个时候 他就会改变了 他就会改变了 现在在他八岁的时候 这就是我 与他 建立这个关系的机会 这个时候 这个时刻 过去了以后 也不会再回来了 我也想到 这是我们人与生之间的关系 所以 当我的眼睛还能够看得见 我就必须阅读 可能有一天 我就已经不能够阅读上帝的话语了 那时候 我如何地寻找上帝的力量呢 他的福气就是呢 他应该如何地 他已经记得多么多的金句 有一天我就 问他 看我是否能够 借他的圣经 第一次打开他的圣经 在这圣经里 有多么多的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当他还能够看得见的时候 每一页 他有做笔记 所以 这 有多么多的 圣经 他能够丢死 可是这是多么的珍贵 这是多么珍贵的 但你也知道一个 心 看起来很新的 圣经呢 你就知道这人 不会没有阅读 没被阅读 这圣经 可是呢 我就是说 我 我不是在阅读圣经 给你 我只是 提醒你 你所记得的一切 时间 我就是从 Cath的身上 而从他那里学习的 我们必须 好好地运用上帝所赐的恩典 这时间 保罗就劝他们 上帝也劝他们 这里就是说 这是上帝所说的 这是上帝所劝的 因为他说 在约纳的时候 上帝在与我们说话 不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 我们所得到的恩典 不要突然地领受 如何 突然呢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运用 所罗门在传道书这里也说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所罗门也说 他如何的 去运用他的时间 去忙碌 寻找 财富 力量 他就说 最后 凡事都是虚空 因为到最后 我们还会 死 我们还会死 一个富有的人 或贫穷的人 也是一样的会过世 所以生命 所以生命 是关于什么 我们 穷困的人 会 会 会担忧 可是呢 富有的人 也是会一样 如果你要去看一个歌剧的话 你必须 你必须 买这个票 也要花几百 几百块 可是呢 所罗门 他有自己的 石板 有自己的格局 可是呢 他说 最后 凡事都是虚空 在最后 在最后 我们是否有意义 为什么我们要建造 忙碌的 去做一切 所以虚空 对 所罗门来说 就打击了他 所以我们必须花时间 去 认识上帝 认识他的旨意 去行他的旨意 这就是我们的挑战 然后在这里第二端呢 上帝的恩 在他的恩典 是给我们时间 可是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运用的话 则我们就会突然的领受 上帝的恩典 我们应该如何知道我们要怎样运用这时间呢 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我打救了你 这你是谁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 我们现在要翻到以赛亚书49章 这就是 这就是保罗从这里拿来的金句 保罗在说什么 以赛亚书49章 这是 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预言 在这里呢 第八节说到 上帝如此说 这是上帝 与主耶稣基督说话 第七节这里说到 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 上帝对那被人藐视 这是真的 主耶稣基督进入 来到世上 他如何的被藐视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本国所争恶 今天也是一样 今日也是一样 管长所虐待的 如此说 君王要看见 就站起 首领也要下拜 所以那里有那些会藐视 会争恶 可是也会 有那些 站起 下拜 敬拜 主耶稣基督的人 在这里也说 都应信誓的上帝 就是拣选你 以色列的圣者 这就是基督的意思 被拣选的圣者 上帝如此说 在约纳的时候 我应援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记住了你 这就是上帝 在与主耶稣基督说话 这是多么的奥妙 因为上帝 没有被 时间 管理 他是永恒的 可是呢 当主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 就被 时间 困绑 他只有那三十几年的时间 主耶稣基督就成为了我们的榜样 我们的模范 如何的不要浪费上帝的恩典 他不只是我们的救赎者 他是被拣选的 以色列的圣者 上帝说 我应允了你 这就是如何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如何的祷告 就好像我们在佐主节 那信息里 看见的 阅读到的 在那黑暗的时刻 试验的时刻 他如何的向他的父神祷告 我要保护你 使你做众民的宗宝 直到那 因为耶稣 因为耶稣没有拯救耶稣 因为耶稣没有拯救耶稣 现在是时刻 现在是时刻 耶稣的信息都说 这是时刻 这时刻 到了 主耶稣 也不断的专注 不断的提起 一切 都有着 这个时候 关于 关于上帝的旨意 主耶稣 基督如何的 了解这个 时间的概念 是多么的美 美妙 他会做众民的宗宝 复兴偏地 我们现在看 我们的 这世界是多么的 被败坏 被败坏 我们 人 还有人的心灵 一切都被败坏了 全世界 每一日 每一个人 都有 战争 我们 这里有 憎恨 有 危机 不是这个 就是那一个 一切都是被败坏了 我们被 罪恶 病痛 败坏 所以现在 我们 才察觉到 我们必须 行动 必须 保护我们的地球 必须复兴 我们的地球 我们的社会 我们也知道 这些 破碎的家庭 我们也必须 找 这个答案如何的解决一切 所以呢 在这里 这个经句所说 主耶稣基督 做众民的忠宝 复兴遍地 这是多么珍贵的恩惠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 里面找到复兴 祂是我们的宗宝 我们与 彼此的关系 能够被复兴 能够被修复 我们也 期待 主耶稣基督 再次降临 可是这工作已经开始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 因为只有祂才能够复兴 因为只有祂才能够复兴 没有人能够 使人 使人 承受 荒凉之地为业 荒凉之地 是什么 以色列 有着充满荣耀的产业 物质上的属灵了 可是因着他们的 过犯 他们 不听从 不顺服上帝的话语 他们的产业 就变成了荒凉之地 就正如一个不能够修复的 的东西一样 就好像一个大车祸 过后你的车 也不能够被修理 一样 可是这就是上帝会做的工作 他 他 会 在 以色列 国 的身上 做着修复 复兴的工作 使人 承受荒凉之地为业 有一天 他也会 再次的复兴 以色列 这指望在哪里 上帝会使 他们 使人 做着工作的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要 与人 分享 主耶稣基督 分享 在主里 的救恩 与基督 我们 能够被复兴 我们的 心灵 我 从 内心 到我们的 外面 外表 一切都会被复兴 时间 是上帝所运用的 我们每一个人 个人 世界 还有主耶稣基督 一切做我们 拯救我们 救赎我们 所以保罗 拥有这个了解 他就会 他就会 写着书信 给 哥林多教会 劝告他们 如果我们不好好地珍惜 上帝所赐的这一个 恩惠 多么珍贵的恩惠 上帝所赐的一切 第九节 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 这就是我们在加拉太书所说的 在基督里我们得到自由 被人造的 假冒的 信仰 释放 释放 得着自由 出来吧 这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得到的信心 得到的自由 对那在黑暗的人说 陷入吧 在基督里我们得到光明 我们不需要隐藏在黑暗里 我们能够从黑暗中出来 进入光明 因为上帝 主耶稣基督会复兴我们 直到我们成为他 承受他 承受他的产业 我们看得到 我们就能够了解为何保罗说他所写的一切 我们看见基督 我们是否能够了解 我们是否能够了解 上帝的恩惠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时间 那主爱我们的东西是什么 那么我们翻到马太福音 我们翻到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我们就在 做主节 晚上所阅读的 在这哥西马尼园 主耶稣基督 在行上帝的旨意 在成全上帝的旨意 为什么这么多人 不能够 成全上帝的旨意呢 有三个原因 我们也必须从 主耶稣基督里 学习 上帝所赐给基督的一切 他也已经赐给我们了 分别就是我们 会 突然的承受 这一切 或者我们 会 珍惜这一切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三十六节 耶稣同门徒来到这地方 名叫哥西马尼 就对他们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为 上帝 主耶稣基督 把门徒 带到这个地方 是有原因的 他就要教导他们如何地祷告 他要胜于的是什么 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 这就是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情绪 我们不要被我们的情绪 控制 操控 如果我们被 情绪操控 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会 不能够 完成上帝的旨意 为什么 主耶稣基督 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呢 因为呢 他 知道他的门徒 会背叛他 他也知道 他自己必须面临死亡 这都是人 人们 的情绪 那我们 应该做的是什么 就是 祷告 我们不要让 人的情绪 使我们分心 然后在最后 四十六节 他就说 起来我们走吧 看啊 卖我的人尽了 超为 你不能感受任何怒 你不能感受苦 他为何能够 独我的 冷静的说这话 要背叛你的人来了 有很多时候我们 可能了解上帝的旨意 我们想要行上帝的旨意 可是我们的情绪 就阻碍了我们 这就是 上帝所说 我应允了你 我会记住你 打救你 我们应该如何的 祷告 我们也知道 有很多时候我们因着自己的 情绪 我们做了错误的事情 我们犯错 然后呢 上帝的旨意 我们就错过了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恩典 一次又一次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主节 时候 阅读了这个信息 因为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如何成全完成上帝的旨意 诱惑 诱惑 这是第二个原因 主耶稣基督没被迷惑 我们在这里读到 便对他们说 我心里几是忧伤 从不开心 你们在这里等候同位一同惊醒 你们在这里等候同位一同惊醒 我们在这里等候同位一同惊醒 总要惊喜心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可是耶稣 祂战胜了诱惑 也是通过祷告 我们如何的建立一个 属灵刚强的生命 就是透过祷告 祂如何的知道 上帝如何的应允了祂 打救了祂 使祂成为众人的宗宝 可是你的情绪诱惑 能够战胜你 我们年轻人不只是 不只是有年轻人啊 被迷惑 老年人 在他们五十多岁 六十多岁也是一样 你的人格 可能就会这样子 被 一生的 见证就会被毁灭 让我们不要被迷惑 第三 可能这就是最大的诱惑 最困难的诱惑 这就会成为 主耶稣基督的祷告 人的心意 人的意念 我们选择 做自己的意念 跟随自己的意念 不要 跟随上帝的旨意 我父啊 这被 若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还有三十九节 我父啊 他若可 请求你 叫这被 离开我 然而 不要照我旨意 只照你的旨意 可是 主耶稣基督呢 就愿 上帝的旨意 能够成全 可是 我们人呢 有很多时候 选择行自己的旨意 自己的 心意 我们以为 我们就 找借口 说上帝的旨意 太难了 我们选择自己 的心意 自己的意念 有很多时候 我们把自己的意念 把自己的意念 装扮成是上帝的旨意 可是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应该 愿上帝的旨意成全 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念 也是要跟随 就在这时刻 主耶稣基督 战胜了一切 情绪 一切 诱惑 也战胜了自己 的意念 为什么 我们这么多人 都会失败呢 就是自己的情绪 我们没有祷告 我们就让自己的情绪 控制我们 我们要逃避 我们要 沉睡 我们睡觉 我们不要面对 我们心里的忧愁 可能 就会控制我们 胜过我们 我们的生命就变成 没有意义 上帝的恩典 就突然的零收 第二 就是 诱惑 被诱惑 被迷惑 他们 有自己的金钱 有自己的朋友 有自己的职位 他们就没有上帝 没有时间给予上帝 他们只要 活着自己的 去自己 想要去的地方 行自己的 意念 可是 当他们失败的时候 他们就 挣扎 一代又一代 都是一样的 第三 我们人的意念 是多么的真实 我们的意念 是 多么的强大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了解 真的 了解 上帝的旨意 就已经是多么的困难 成全他的旨意 就变得更难 可是呢 我们必须 不要让我们自己的 情绪 控制我们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就在我们今早的信息 主日信息里面 基督在我们里面 这是荣耀的指望 上帝是否能够 复兴我们 当然 基督必须在我们里面 可是第一 我们必须回到上帝的身边 谦卑的 回到上帝的身边 如果我们不面对这三个 事情呢 三个原因呢 我们就会不断的失败 然后呢 时间过了以后 我们就以为 我们不能够完成这一切 我们也没有 这新意 要去 战斗了 主耶稣基督如何战胜了 这 黑暗的使者 就是呢 透过祷告 让我们呢 来仰望 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恩惠 已经赐给我们了 一切都在主耶稣基督里 我们是否能够成功 是否能够战胜 我们必须 相信 深信我们能够 让这 让这 复活节 成为 我们的开始 不要再行自己的意念 而行上帝的旨意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向你祷告 求你挑战我们的心 主啊 当我们 读到 你如何的 如何的 你 作为我们的父神 如何的劝我们 主啊 求你 与我们的良心 说话 我们也求你 帮助我们 如何的 回应 如何的 开始 跟随 你的旨意 不要 突然的 领受 你的恩典 主啊 我们也求你 帮助我们 不要浪费 你所 赐给我们的 时间 让我们呢 修改 我们所缺乏的 一切 在我们的 祷告 我们的 知识里 主啊 求你 教导我们 如何的 仰望 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 救主 为我们 的榜样 主啊 求你再次的 赐给我们 你的恩惠 你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了解 主耶稣基督 如何的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能够 成全一切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不吝点赐 感谢观看